安排一集新化美食之路 它現在的狀態就是你直插 每一盒幾乎都吸飽了它的糖質 這碗麵線真的很清爽 但又有味道 這個肉羹非常紮實 板條非常Q 好香喔 拿到那個麥克 他們的中藥炸雞 他生日非常好 很好喝 超順口 欸 這裡是哪 嘿 沒錯 不過我們現在一跳呢 我們跑來了全台最多間地瓜店 夯番薯的生產地 也就是瓜瓜園 他們所成立的地瓜生態故事館 耶 看這邊看得出來是什麼地方吧 地瓜田 對 而且就有地瓜葉 當中有沒有看到千流花 地瓜的花跟千的花幾乎是一模一樣 喔 就是size不太一樣而已 然後為什麼一樣呢 因為他們是同科的 我發問一題 裡面有冷氣嗎 對 您的問題就在這邊揭曉 謝謝 大家可以請進 現在參觀到的呢 是他們的地瓜寶寶室 小寶寶為什麼要用這個蚊帳呢 有想過嗎 怕有蚊子 怕有蚊子喔 其實這個蚊帳 其實 聽這個蚊帳 超讚 一點用苦都沒有 他只是要讓你覺得 這就是小妹妹 是的 那至於為什麼我們今天會去 新化參觀瓜瓜園 這就要感謝我們今天的財神 我一週吃五十以下 烤番薯企業界的天花板 全家 杭番薯 就是讓你每天排聚龍 變美麗的杭番薯嗎 YES 我也超愛吃杭番薯 而且全家的杭番薯 都是使用瓜瓜園的台農 57號 這個品種吃起來口感鬆軟不甘 不管你是要 早上吃 中午吃 下午吃 宵夜吃 都非常的讚喔 這次參觀就會發現 他們從雪苗開始就非常的用心 還讓他們住無菌室喔 土壤雪石也會做 重金屬等各種檢測 確保良好的栽種環境 真的是 把關把關再把關 採收之前呢 農地也要做抽樣檢查 還要送去毒樣試驗所 檢驗 沒問題的話 才能採收 沒錯 而且採收之後呢 還會抽樣做農藥殘留檢測喔 接著呢 這些番薯就會 依品質分類 依重量分等 再從中嚴選20% 送到全家店裡 可說是嚴格中的嚴格 親眼看到人工跟機器三選之後 真的是不禁大喊 難怪每顆夯番薯都頭好壯壯 你也可以吃喔 讓你買夯番薯的錢 一分一毫都不浪費 送到全家後 店員會用海綿刷清洗 再把洗香香後的番薯們 送進全家特製烤台 最後再送到各位的手中 對於愛吃地瓜的 我真的是覺得非常的Happy 因為全台 4239家的全家 你只要一走進去 就會遇到夯番薯 讓我想吃就吃 而且吃了夯番薯之後呢 我每天都一路順差 Everybody 記得每天早點來全家 各種早餐任你選 我覺得呢 來瓜瓜園這邊 最讚的事情結束後 你還有 可以買到他這邊已經幫你炸好的熱食 我覺得來是有趣 如果你會怕說好遠喔 或者是 不知道其他事情 那就要看我們怎樣的影片 對 沒錯 對 如果有配套我們之後的行程 的話你就會覺得這整趟旅程有趣 就是想說 難得可以因為 全家夯番薯 來新化的瓜瓜園 我們決定要來安排一集 新化美食之旅 第一站呢 要去吃茶葉蛋 我的同事剛剛聽到要去吃茶葉蛋的喔 這家茶葉蛋 非常非常的有名 雖然是在新化這邊應該是蠻多人 就是會來買的那一種 再查到的嗎 對 它的評分很高 1000多個人 評分4點多顆星 我們去吃 好 我們先吃了再說 而且還有 茶葉鳥蛋 沒有人猜 賣完了 有人說賣完了 賣完了 賣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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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完了 真的耶 他全都吃吃完耶 什麼意思 通常都中午就沒有了嗎 不過你幹嘛那麼甩啊 現在幾點而已啊 12點 三個小時多就賣完了 可是茶葉蛋怎麼一大早就賣了 對 所以我才跟你們說 就很想的 因為我看到他圖是有人要排隊的耶 他還有限購 剛剛那一位提示我們的是 菇菇嗎 應該是員工吧 感覺咕咕現在台灣家也算超飄的 感覺她要吃飄下吧 第一家叫做家昌雞肉飯 其實本來沒有在我的選單內 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因為它實在是長得太像台北的店 非常可憐 沒錯 我剛剛就是被咕咕熱到氣到了之後 我就覺得不行 我一定要來吃 因為我們真的餓到快死掉 這家主要是賣雞肉飯 我發現還有賣那個絲瓜蛤蜊麵 那種 豆乾好吃嗎 很好吃 很好吃 很濕 今天是台南練的豆乾 我覺得水準很好 不是什麼連鎖然後就 你才吃第一道 敬邀你們吃它的招牌雞肉飯 安靜到 非常好吃 肉很嫩 它的雞肉飯有分土雞跟熏稀 然後我們點的是土雞的 會是什麼過鹹或是帶甜 它就是很純正的鹹香 鹹巴鹹加上一點點的醬香 它現在的狀態就是你直叉 每一喝幾乎都吸飽了它的湯汁 我一來之後我就瘋掉了 因為它雞屁股一喝只要混壞 對 這個也很好吃怎麼會 這個湯蛋才50塊喔 這個麵線超級好吃 湯超讚請你們吃它 湯蛋超好吃 你吃 這碗麵線真的很清爽 但又有味道 夏天吃完全一點都不會覺得 整個人上火 它是雞屁啊 是有脾胃的雞屁 一吃就好興奮 它有那個屁騷 它不是什麼國小屁 或者是幼稚園屁 它是熊和錢屁 就是少少屁 什麼意思啊 什麼意思啊 熊和錢屁 這段給我剪掉 真的它這樣子 紅的它的道理在耶 真的很好吃 對啊都好吃然後都冷氣 它雖然翻新 但是食物還是有保有在一個 就是米藻味的水準 算我覺得這點做得非常好 最佳推推我覺得可以來吃 欸洋蔥怎麼樣 你都沒有聊它 洋蔥味有什麼好聊的 你對洋蔥味好可口 那米粉湯呢 蛤什麼意思 你想想你這句話聽在 喜歡吃素材的人耳利 就像我們修路說 米粉湯吃起來還不是一樣 那我也不會剝奪他們 欺負米粉湯的權利啊 我會剝奪嗎 你會去罵他們嗎 他就說什麼 我不會 我不會 你有沒有人那種相聚 你覺得我懂吃嗎 米粉湯也不會皮 你懂吃嗎 米粉湯都很不一樣好不好 阿我們現在來的這家叫做圓環姐妹麵店 過馬路的時候我跟你講南部了我真的是給一個讚 我們在碎碎面說 啊不知道有沒有那個冷氣 然後騎經過的阿姨在聽紅綠段說 有這間有冷氣 然後我們就進來之後真的超舒服 其實今天的麵店有很多家 有一家叫做老鄉 一家叫做金妹 然後一家跟圓環 我就給了這個麵梅挑 麵梅就選擇了這個圓環 那個時候在嘉義有派過一個老張 那一家麵店滷味很多 但是這一家選擇也超級多 它甚至有什麼? 王子麵 滷味胖 怎麼了?你現在還蠻不潛的 沒有,很好吃啊 它的底氣就是天生自帶麻將 然後跟肉燥 他們家的滷味啊 是超級甜點 滷味也蠻健的 它的那個乾麵本來基底肉麻將 是我們平常比較少的乾麵 然後他就說如果你真的不要 的話你可以煮到跟他講 可是你還夢很多這種 因為我上次去拍家裡的時候 他們的乾麵也是麻將混肉燥 就覺得這個很好吃 這個比單純的麻將混肉燥 嗯 然後他水餃是你想點幾顆都可以 不到大名大放 但是就是如果你今天來 然後你真的想吃麵 又想吃水餃點個兩顆 他都會給你添 就是一般的冷凍水餃的感覺 他的肉 我跟他遠看想說 怎麼每桌都有酸辣湯 吃起來沒有 他看起來那麼重口味 哦 清甜清甜的 這個肉根非常紮實 滿條非常Q 整碗就是非常好吃 滿條就是非常的Q 好樂 怎麼重講啊 兩個都是辣油 可是一個是那種 辣渣 標準辣渣辣油 剛剛它滷味好像旁邊都放這個 辣椒辣油 我以為它會質地更清爽一點 這個人加到麵裡面會好吃 因為我上次在家裡的時候遇過這一款 好厲害 嗯 怎麼樣 加了之後 很好吃 有沒有 很好吃 對不對 哦 好辣 會方便很加分 加滷味 哦好辣哦 綜合謙會想要一點吃辣 一點做愛 蛤 你這個問題真的是 完全把它當成諧星在問 那你可以表演一下嗎 好辣的做愛 他又會表演對不對 會被控制又在靠 我真的不能再被你們這樣制約了 我覺得吃不完 那如果是吃很辣的麻醬麵 然後變做愛 好辣 好辣 想要 想要 我聽不懂你們在說什麼 各位請問有新化秋嗎 要住在新化 不要說什麼 北漂到台北的新化人 那有 蘭嶼秋嗎 有 蘭嶼秋 要 Right now住蘭嶼 蘭嶼秋 絕對有 不是蘭嶼打工秋 是蘭嶼本人 絕對有 為什麼你那麼肯定 因為我 因為我 來 你對著鏡頭說 因為之前一次有一個 不知道我忘記出來說 算了算了 就在剪掉 今天的第三家是新化排骨麵 然後這家呢 它有連鎖 它 就是把排骨炸了之後 再放到湯裡面 把它有點小泡爛的感覺 那我們剛剛用筷子夾的時候 它已經有點很快就鬆開 我覺得這碗麵 看起來很好吃 這碗麵 就是不得了 在叫我吃它耶 你這個麵條是選大條的 對 我喜歡它叫大條耶 它麵很好吃 嗯 麵滿Q的 這個的比較濃跟鹹 我覺得是不是 軟骨的湯底跟硬骨湯不一樣 哦 瘦肉部分比較柴一點 嗯 比較紫 硬跟軟比起來 我更愛硬一點 因為我原本以為我會喜歡軟骨 因為我不喜歡肯魚 但太柴了 可是這個的肉質 其實一切表現狀態比較好 比較好 怎麼那麼好 怎麼那麼好 怎麼好 我們剛剛吃完那個新化排骨麵 現在陷入了一個就是不知如何是好的狀況 因為咖啡廳都沒有開 我們就來對面買了這個安阿彪的飲料 然後現在覺得非常的清涼結束之後 我們決定要去吃鹹食 鹹食呢 我現在要提供一家叫做 葉麥克中藥炸雞 他真的超級無敵有名 他4.2顆星 有3707個人平分 這裡是新化 他說他的雞腿有特殊的中藥翔這樣子 然後是新化的知名名店 我覺得下次可不可以包不包說這件事情 讓大家投票 啊如果投票過了 那個是從我們費用扣 不是啊 這不是錢的問題 一直都不是錢的問題 那到底重點是什麼 為什麼 因為我就是要拍到現在這一段 你們走路走到裡面突然發飆 因為有的時候讓你們太舒服 那一片就會非常的平淡 你再包一次 我們差不多很用力找線給你看 可以 這樣就對了 你們可以在車上舞龍舞獅 我可以舞龍舞獅 我也可以踩高橋路整機 你家要的都不是你真的踩高橋路整機 那是什麼 是像你現在這樣在路邊 隱形的高橋 隱形高橋 有錄到我隱形高橋嗎 他有錄到我隱形高橋嗎 空氣高橋 拿到那個麥克他們的中藥炸雞 然後生日非常的好 會有人拿紙箱來買 買非常多回去的那一種 我們開天的那五分鐘 都已經開始在拍桌了 對 我要吃微醉 因為是什麼 微醉妹 我覺得它的筋骨吃起來非常像 好家炸 它沒有那麼的油 我覺得沒有很重的中藥 可是擔心你會覺得是好吃的水平 誰說雞是他們這裡最多人討論的補香 看起來雞汁蠻多的耶 對 然後肉是嫩的 但是它沒有中藥 我覺得這三個裡面這個還不錯 對對對 怎麼有點桃兔皮的味道啊 可是它外面粉漿的關係 吃起來非常好吃 我覺得這個好吃耶 剛剛有講個Fan News 剛剛有那個網友提供那個小婷 那個杏仁豆腐冰 投稿的人有說 現在投稿最多人的一種店 阿龜青草場 在路邊啊 在哪我想喝耶 因為我現在覺得我需要降火 你感覺是一些路邊的青草場 好那我們現在先去喝了 我們剛剛走過來之後呢 講說阿龜很怕帆布飛走 所以有用椰子壓卷 結果一走進就阿龜今天根本沒開 可是它的Google沒有顯示它沒開 可是它的燈怎麼樣子啊 沒有啊 它杯子本來是擺那的 欸 它冰塊是在裡面的耶 阿龜咧 什麼東西在裡面 等一下 它冰塊是有的啊 而且它冰塊是有的啊 而且它冰塊是在吹啊 等一下 我注意到冰塊的冰塊 阿龜被黑到瑕疵了 阿龜 請問一下 隔壁沒有隔壁嗎 阿龜 隔壁沒有隔壁 等一下 等一下 阿龜有加盟專線 我們來試試看 cull out 阿龜 阿龜有加盟專線的眼隔壁可以耶 是阿龜嗎 請問一下 你看你怎麼有開 阿龜 我看你那個電風不閨耶 真的 喔 你要到店了耶 喔 你去吃東西 喔 好 還有一文章就好 我們在這裡等你 好 讚 好 掰掰 阿龜 你推薦一間附近 你覺得很好吃的店給我們 阿有冷氣的好不好 我剛才吃的吃洋蔥片那有冷氣啊 喔 吃什麼 該不會無名吧 老張喔 對… 無名 老張 喔 就是我們 你幹嘛跟我一直講台語啊 你幹嘛踩在這塊地上 突然一直蒙 老闆 我買那個青草茶 喔 我沒有糖耶 我要冬瓜 我要冬瓜耶 阿龜 老闆 你就是阿龜嗎 不是 阿龜是我媽媽啦 我就知道喔 阿龜感覺是女生名字 很多人叫我們要來喝你們家耶 你喝 而且去喝 Coffee那時候順行的時候 喝這個就好了 真的 我會騙你 那清冠的用藥就是 柏爾 就是雞花 很好喝 焦順口 你們哪個飲料賣的最好 那我來一杯 非常好喝 你們很熱的話真的要來喝這個 冬瓜檸檬 冬瓜檸檬 我們的飲料沒有色素 香料 果糖 香酒 喝得出來 我要整個都說 顏色 顏味 他最厲害的是 台語 什麼意思 你知道有些冬瓜檸檬喝了 你會覺得說 一口好爽 後面痛苦 因為嘴巴會開始黏膩 可是他們家的不會 金桃菊是老闆推薦的 它菊花非常溫和的 菊花你可能會覺得說 喔 長輩在喝的 會有一些很濃很老的味道 但是NO 它是清淡菊 優雅菊 而且其實很大杯 超大 就是很冰 你在這種夏天喝 很冰 你在這種夏天喝真的是 超級舒服 可以再走五分鐘了 兩分鐘就好 我們現在來的這一家呢 叫做阿鳳霸粿 基本上 新化的霸粿 其實都非常早關 可能十一點前就關了 那如果你想吃霸粿的話 我們就想說 來開箱之前阿鳳 看味道怎麼一樣 因為它是開到六度 那粿是哪邊的特色 南部吧 中南部吧 對 對 外皮跟內餡吃起來都有點像 霸丸 它剛剛非常微妙的是 外面已經煎得焦脆了 可是它裡面有點像是 鹽漿 對 那個醬乳般的那種 軟軟會 對 就白焦 它會有點流 可是它又不是真的化成水 它是有凍狀的水 那我還滿喜歡的 加一點辣椒好好餡 我來加加看看辣 它的辣是哪一種辣 嗯 就是 不會很辣 香香的 我以為 辣妹會再講出 高深的ADJ喔 為什麼加的時候更像 加吃蚵漢這一種 很香的一點那種 辣風味的感覺 對 還有一件事情 阿鳳辣粿呢 我把它每一道菜的熱量 都標出在那邊的高深海上 那邊 哇 我們現在來到了那個 哈魯媽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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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家密碼店進去 選擇非常的多 冷氣非常的舒服 我是要帶回家當早餐 你現在排餐要 對啊 所以我們現在那一包裡面 到底有哪些是要拿出來吃的 就這個跟你的羅宋而已 我的羅宋 你要帶回家吃 你要帶回家吃 你還要講別人嗎 我的羅宋 我有切開來 就是你們可以吃一片 一個人 三個人吃一片 而且我很喜歡買個蛋黃素給我老公 那我不罵他 他公費買東西 我公費用公費 在那邊被罵得要死 被酸 好像有人罵過你嗎 他們你們都一直酸我 哪有酸你 公費你就會點 公費你就會點 小劉一集或兩集 才有一間麵包店 你一集有三間 用公費 但是我都沒有覺得怎麼樣 哈哈哈哈 我真的很適合去當立委欸你 我真的切割很快欸 嗯 還行 還行 因為我們有天花板在那裡 台南的那一間啦 它就是夠油 然後下面夠絲 但這一個就是很溫和的羅宋 不然粉沒有那個油肉 對啊 你喜歡嗎 好吃嗎 我自己個人麻煩吃吃飯 你有幫你吃吃飯 是像那個嗎 吃起來會像蛋糕嗎 沒有沒有 老實說不行 芒果好好吃喔 你遇到芒果是不是都會這樣 我今年夏天第一次吃到芒果 喔 好好吃喔 芒果好好吃喔 芒果好好吃喔 芒果好好吃 芒果好好吃 芒果把草莓的味道其實都搶走 嗯 其實吃不太到草莓的味道 像現在這個草莓可能季節 現在這個季節的草莓都不好吃啊 它也沒有很甜 可是它如果再冰一點的時候 就會更讚 對 因為它現在 現在的溫度比較長 我不要再吃了好飽 有人都告訴他那個嗎 現在單旁一盤芒果來我面前 我們都說一把芒果抽走都好啦 不要啦 他不要 我跟你講他要芒果冰 他不是那麼好安撫 你沒有聽出來言下之意嗎 他在拒絕你 而且因為他知道芒果冰很貴 要用功倍吃 我們現在買到的那個新化現場 它是一家非常有名的店 然後來了之後呢 也是非常多在地的居民在買 我們剛剛遇到一個 在永康工作的丘比特 他有說這家好吃 拿到他剛起鍋的 非常燙 給你之後有點燙手山芋燙 還行嗎 假裝 超燙 你摸 女生如果躍進來不舒服可以 電一下 但是會碰爬 所以我們要這樣 對 所以我們現在呢 先去吃小婷 我們現在呢 活力滿點 因為怎麼樣 我們剛剛坐很涼的建車過來 一下車我們就跟自己喊話說 一定要加油 因為我們是怎麼樣 最棒的陪審團 我們要表現得很良好 我們坐車也可以表現得很棒 你要真的坐車 這家店我本身在找的時候呢 它就是蠻多好評的 他們蠻多地方都有賣茶葉蛋 為什麼 我不知道 因為像這裡也有那個啊 左掌啊 有咕咕然後 很多店內也都會有茶葉蛋 然後小朋友有茶葉蛋 他還有賣雞蛋 看起來好漂亮我想辦 點了他的冰跟杏仁豆腐 來吃吃看 我想請你先品味這顆茶葉蛋給我們看 他都很燙 這個溫度可以了嗎 我還不行 你直接讓他吃啊 他會多燙 那你餵我 你先試吃 你餵我 再拿高一點 好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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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快去燙 他們家是顏色有滷進去 但不到死重口味的那一種 因為有的會蛋白 對我來講收的太乾 說了 說了 老實話 說句老實話 比便利商店的好吃 因為其實這顆 25 滿貴的耶 它25喔 吃起來味道真的跟一般 你可能覺得 10塊的那個味道差非常的多 現在便利商店的也不是10塊 對啊 沒有10塊的茶葉 是 這個很好吃 而且蛋黃是綿綿的 不是那個乾乾的那一種 但就是價格可能不是你每天可以去 但是我都會想可能它的蛋白 比較好蛋 對 火力 火力 變的三位就是沒有點杏仁豆腐 我們就是吃一些清冰 所以如果你的朋友跟你一起來 然後他想要來吃杏仁豆腐 你也可以不用抗拒 因為他這邊也有賣一些很樸實的口味 它的杏仁豆腐其實滿沒有杏味的 奶香好像比較多一點 謝謝 菜哥吃什麼 豆花嗎 謝謝 它看起來很好吃 它很好吃喔 它好有招待 每點都很可惜 真的 好黏喔 我覺得再加一點冰進去會超好吃的 它的糖分 就是用這個冰啊 對 豆也好好吃喔 整個不會到過甜的那種 那種懷舊味 還有我們也沒有因為沒冷氣放心啊 我們這種尖酸刻薄台北妹 真的好愛冷氣喔 沒冷氣 夏天我不加強 尖酸刻薄台北妹 對啊 它的料沒有那種 我從某一個地方 披一包已經煮好的那種感覺 中央 而且我覺得它分量非常剛好 一個人吃完一份 我喜歡那種鹹鹹冰 不會吃 對不會很吃力 你們真的老了耶 因為以前你們就會說 啊怎麼來不來這樣子 對啊 現在就說 我們比以前要多了不來 對啊 不會啦 我吃冰一直都不喜歡太多啊 它的蛋煎得非常漂亮喔 對 我剛剛也在看它的蛋超燙 非常的漂亮 它裡面包了肉跟蔥 然後我剛剛在看它在製作的過程中呢 它蛋先把它打下去油鍋 讓它炸的時候 它會撒一層胡椒粉 再把這個餅疊上去 但吃起來中間會有一個 滿重的胡椒香 要加醬 它的餅皮很香 蛋是也煎得不錯 可是現在就是好像少了點什麼 有好一點 喔 有 它的肉感覺有醃一些 不知道是酒嗎 還是中藥類的東西 那跟我印象中吃的餡餅 不太一樣對不對 餅皮 比我們之前遇過的餡餅 厚滿多的 它其實有點像甜甜圈 對 的口感包肉 可是它的那個麵粉的皮 比較薄 看到阿伯在包的時候 我以為它會是整顆超肉感的餡餅 但是我現在吃起來就是 你咬的前三口可能會需要找一下 這含有量滿好 對 我覺得會越吃越好吃 因為那個餅皮是越嚼越香 今天非常開心 因為全家的夯蕃薯 所以我們來到了新華 去看了他們瓜瓜園生產 地瓜的一些過程阿之類的 然後覺得讓 有很多很特別的地瓜桌 我覺得非常的讚 是很推大家就是如果小孩需要放電 或是一些暧昧對象 要帶出去放電的話 也可以去瓜瓜園那邊體驗一下 我覺得新華 東西真的不難吃 可是好像蠻多東西 比較庫復合我們的胃口 可能是因為我們今天遇到 比較多工序的店 可能就沒有辦法剛好挖掘到一些 真的有別於一般日常 或是你一般來這邊 可能比較想去的漂亮店這樣子 但還是有吃到一些不錯吃的東西 像第一家 我覺得第一家跟最後一家 我覺得都非常的棒 出門在外 你根本就沒有辦法像我們一次吃六家 就挑第一家跟最後一家 剛好一鹹一甜 嘟嘟好 然後再去瓜瓜園 而且都是選項很多的店 對 再去瓜瓜園給他採買一些那個 伴手禮 伴手禮回去 阿還有那個阿龜也很好喝 阿龜也很好喝 阿龜也很讚 阿如果真的齁 來這邊還是沒有選到你想要的 沒關係 永康我們也拍過 打開來永康就在隔壁而已 然後呢 新華再上去是哪裡 新市 還沒拍過 我們接下來也會拍 沒錯沒錯我們就是一個一片地圖拼起來 裴省團你全台大串連之後 你這區找不到你要的 就往左往右往上往下 那個區我們一定都拍過 都有我們 好不好 與你怎麼樣在一起 裴省團插其中 今天我們有一些沒吃到的 我就是也補充在下面 如果到時候你們有來的話 你們也可以看我們的遺珠有哪些 是適合你們的 你們或許可以去看看 因為我今天有一家 非常想在阿中去吃的那個 麻婆豆腐 他們是說是重慶風 我怎麼從頭到尾都沒看到這家店啊 因為我出發前 我就知道他公休禮拜二 對然後就是有點可惜這樣 那你們現在三個人一起接棒 我們如果吃不完的或沒吃到的 我們就接棒給觀眾 一二三 你會腿想要握鞋的棒子呢 你平常要怎麼握 你知道嗎 不來新話也沒關係 不來新話 去全家 吃航班書 好不好 要接回去了 趕緊支持一號候選人沈婕宇 拜託搶救一號沈婕宇 住我家我家電梯大樓 新的電梯大樓 有公眾區域 有套房 這個算加分吧 現在這個姊姊有自己的獨立的 加分而且你知道嗎 我現在住套房喔 住套房喔 我的套房喔 是最大的 是免治碼頭 有什麼 還有我的聯盟頭有花灑 我朋友他們說啊 你直接全部都打到交友軟體上面 免治碼頭就是30歲的人很加分 這個可是本來沒有 可是花灑有加分嗎 花灑我覺得還好 因為台灣人沒有叫你花灑 是不是會喜歡上面撒 你剛自有錯是不是 我個人喜歡那些不表示大家喜歡 最近有跟男生出去玩嗎 No 開肥神呢 拍了三年了還有男生嗎 絕對有人要跟你Dating 我只是找不到那把鑰匙 鑰匙 鑰匙他放在哪裡啊 鑰匙他放在哪裡啊 我放在一起 對啊 雞子牌 我吃了就辣 那又快點 X3 X3 X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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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5